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1991年9月,出战一年后 巴塞隆纳奥运会的美国男篮首批名单 即被后世称为地球最强篮球队的孟一队 首批名单被公布出来 时任之中,并没有拓荒者当家分位Clyde Drexler 将是否入选孟一看得非常重的他 因此心情不佳,并常在公开场合表示抱怨 好在第二年,他还是搭上了孟一的末班车 占据了最后的名额 只看他进入孟一的顺序 您会以为他在90年代的咖位很一般 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 他是个人能力最强的得分后卫之一 巅峰期处于那个年代的分位之中 只有他和Jordan两人入选了50大巨星 可以说,如果没有Jordan 他就是那时的第一分位 可时过境迁 我们现在对他的印象可能只是几个劲爆的灌篮 以及作为二当家辅助大孟拿到总冠军的履历而已 那么,绰号滑翔机的他到底强在何处呢? 在当年的第一分位之争中 他又给Jordan制造了多少麻烦呢? 今天,让我们走进滑翔机的篮球人生 滑翔机1962年6月出生在路易萨那州的纽奥梁 却在休士顿长大 高中时期就读于休士顿的高中 大学也选择了休士顿大学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后来转头火箭就如同回家一样啊 同时,正是在大学 他和比自己小一岁的小老弟大梦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还在1983年和大梦一起把休士顿大学带进了NCAA决赛 1983年选球大会 滑翔机在第14寸位被拓荒者选中 之所以被球迷送了个滑翔机的绰号 一是因为英文中滑翔机Glider的发音和他的姓名中的Clyde非常相近 而是因为他的弹跳能力非常出众 刺客就曾经说过 他们那个年代有三个真正的飞人 分别是Jordan 人类电影精华Wilkins和滑翔机 他们是真正在篮筐之上比赛的人 刺客甚至还认为 滑翔机如果到东区打球 得到的喝彩将会和Jordan一样多 刺客的此番言论或许过于夸大 但早年的滑翔机确实是一个传奇的灌篮少年 甚至是史上最佳实战扣将之一 总是一有机会就灌篮 赛鸟赛季 灌篮就已经成为了他身上甩不开的标签 其中以对阵胡人石的这季灌篮最为出名 这季灌篮几乎是滑翔机缔造的 流传程度最广的灌篮 虽然高度不算惊人 但起跳距离非常远 而且有明显的滞空痕迹 与其说是灌篮 倒不如说真像一架滑翔机一般的滑翔起飞 滑翔机参加过五次全明星灌篮大赛 却无一夺冠 属实有些令人难以相信 不过他自己倒是在自传中坦然表示 我似乎更适合在比赛中灌篮 而非单纯的灌篮大赛 事实上 NBA官方评出的滑翔机生涯十大灌篮之中 有一半以上都来自季后赛 甚至总决赛 比如1992年总决赛第三场 滑翔机下快攻上演滑翔灌篮 那一瞬间好像真有一架滑翔机 从Jordan耳畔飞过 据说滑翔机曾经参加过一个 像跳高一样的灌篮比赛 每轮之后篮筐的高度都会升高 当篮筐高度升到365公分时 连Jordan都败下阵篮 但他仍能将球扣进 当然 关于最终高度我还听过360公分和370公分等多个版本 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假难以分辨 不过也有人称 这只是拓荒者队内的比赛 因此Jordan并未参赛 这个说法似乎靠点谱 但无论如何 这都体现出滑翔机的一大特点 那就是弹跳能力出众 早年的滑翔机只是替补 生涯前三年一共替补了133场 86到87赛季 滑翔机开始作文主力 首发全勤出战了全部82场 并交出21.7加6.3加6.9加2.49超截的场均数据 再下一年 他的场均得分暴涨到27.0分 但拓荒者拿到53胜 西区第三 个人入选年度二阵 然而 他在季后赛却始终未能有所突破 84到89年 他连续6年随拓荒者杀入季后赛 5次遭遇一轮游 究其原因便是他身边实在没有太好的帮手 如今我们知道 Terry Potter和Duckworth都是全明星球员 但实际上 这二人首次入选全明星的赛季 分别是90到91赛季和88到89赛季 没办法 年轻人成长也是需要周期的 毕竟那时候不流行巅峰爆团 到89到90赛季 拓荒者补进了篮网的篮板魔王 曾经过二阵和二房的防守汉将Buck Williams 球队才正式迎来腾飞 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伙应该是山王工业首发内线野边匠广的原型 当赛季 华翔基入选年度三阵 带拓荒者拿到西区第二的59胜 并在季后赛连克独行侠 马次 太阳三大强敌 杀入总决赛 可惜面对巅峰期的活塞 他们大战无常败下阵来 华翔基在总决赛以54.3%的命中率 场均拿到26.4分 仍无法赢下冠军 之后的90到91赛季 他更是带拓荒者拿到联盟第一的63胜 生涯第二次入选二阵 并连续第二年打进西区决赛 但2比4输给了胡人 目送Magic去和Jordan决战了 91到92赛季 拓荒者以57胜 蝉联西区第一 场均25.0加6.6加6.7的华翔基 更是生涯首次入选年度一阵 季后赛 他率拓荒者连胜胡人太阳和爵士 第二次挺进总决赛 终于站到了Jordan面前 前面提过 华翔基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仅次于Jordan的第二分位 甚至有西区Jordan的绰号 实际上 二人之间的名争暗斗由来已久 早在1982年NCAA办决赛 华翔基的休斯顿就和Jordan的北卡交过手 1984年选秀大会上 拓荒者手握榜眼签 却最终选择Sam Bowie放弃Jordan 一来因为他们急需内线大个子 二来就是因为他们考虑到 朕终于有华翔基了 不需要继续囤积后卫 Jordan进入联盟后 虽然他们二人一东一西 每赛季例行赛只有两次交手 但总能打得天昏地暗 截至1992年总决赛前 他们共在例行赛交手十次 打成5比5平 91到92赛季 他们更是分裂MVP榜单的一二名 我们知道 一个能力一般的球星 不足以占到总决赛 成为Jordan争贯路上的对手 那么除了华翔灌栏 华翔基还强在何处呢 很多人因为灌栏而忽视了 华翔基的全能 事实上 它可能是史上最被低估的 全能分位之一 蓝板能力强这个特点 贯穿了华翔基整个职业生涯 甚至当它从巅峰期下滑后 它的蓝板能力 都仍然是分位上的顶级水准 它生涯场景6.1蓝板 巅峰一季能达到7.9蓝板 如果单论前场蓝板 巅峰华翔基 甚至是分位中的历史第一 它生涯场景2.4前场篮板 只看拖荒者时期是2.6 作为对比 Jordan公牛时期 场景1.7前场篮板 T-Mac暴龙魔术时期 则分别是2.2 1.9 一来华翔基201公分的身高 在分位位置上算是顶尖 二来他在巅峰期的 篮板嗅觉十分出色 常常在抢篮板的时候 神出鬼没一般杀入内线 三来Adelman之下的 拖荒者主打小球 全队有很多运动能力出色的球员 不太助于退防 自然也就能得到 很多前场篮板机会 事实上 Adelman在拖荒者执教的6年 他们的前场篮板 分别排名联盟第二 第二 第十一 第三 第六 第一 绝对是联盟顶级 除了篮板能力之外 滑翔基的传球能力 也常被低估 论起二号位的传球高手 人们常常会最先想起 Harden Genobli Jordan等一系列名字 但很难第一时间想起滑翔基 但实际上 滑翔基生涯场均5.6助攻 最高一季足有8.0次 总共111次助攻上双 在分位位置上 仅次于Harden 他传球的基本功相当扎实 很少传出冒险的 让队友难以接到的球 更重要的是 他不是那种数据刷子 我们在上将那期影片中说过 获得大四起数据有多难 但滑翔基曾两次无限接近 1986年1月10日 和1996年11月1日 滑翔基分别打出 26加9加11加10 和25加10加9加10 一次只差一个篮板 另一次只差一个助攻 但他都没有刻意去刷这个成就 您应该也注意到了 他这两次准大四起 抄截都达到了10个 显然 他的抄截能力也很强 生涯15个赛季 滑翔基每个赛季的抄截数 都超过1.3次 生涯场均足有2.03次 论生涯抄截总数 他能排在历史第8 论场均抄截数 他则排在第11 事实上 他和Jordan是史上维尔能做到 生涯场均20加5加5加2 抄截的球员 因为他对传球路选的判断非常到位 常在错位防守时 进攻者接球不够机敏的一瞬间 准确下手 1992年总决赛第四场 滑翔基在下半场 三次成功破坏Jordan的单打 帮助拖荒者逆转比赛 将总比分搬成2比2 考虑到他是一名201公分的大个子 这一点就更为不易了 当然 我们都知道那一年总决赛的结果 2比2之后 公牛连赢两场Jordan未免的冠军 扼杀了滑翔基的冠军梦 更杀人猪心的是 波特兰媒体认为 滑翔基虽然数据不如Jordan 但能力更加优秀 并且认为滑翔基的三分更好 Jordan三分太差 于是Jordan在总决赛第一场上半场 标进6G三分 砍下35分 打破记录 并留下贪手的名场面 如Jordan所说 如果我不打爆他 人们会认为我和他是同一档次的球员 那么滑翔基的缺陷在何处呢 首先是他的投篮缺乏稳定性 同时代级别稍高的氛围之中 包括Jordan、Reg Miller、Richmond等人 都比他更稳定 其次是他传控球的随意性有时会很高 托荒者90到92年连续三年闯入西区决赛 只输了91年一次 便是因为那一年滑翔基随意的处理球 被Scott防得失误频频 第三便是他防守端的基本功不够扎实 虽然抄截能力极佳 但滑翔基并不算攻防一体的球星 整体的防守能力算不上优秀 事实上 哪怕是连续三年西区决赛的巅峰期 托荒者的防守在联盟也只能排到第19、16和12 除此之外 他为人性格比较沉稳内敛 相较于言语表达更喜欢在内心思考 不太轻易外露情绪 因此他的攻击性远不足Jordan 如他自己所说 篮球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和胜负无关 Golden Boys一书详细介绍了孟一的相关资料 书里就曾提到 孟一的选拔委员会认为从技术角度考虑 滑翔基能完成Jordan85%的任务 而他和Jordan最大的差异不是技术 是性格 滑翔基在巅峰期毫无疑问是超巨 但实在声不逢时 如果没有Jordan 91-92赛季的MVP 总冠军FMVP 这三大件荣誉应该都是他的 这样的话 他在如今的地位将提升一大截 事实上 1992年总决赛的对决 或者说91-92赛季MVP之争 可以说是滑翔基最接近Jordan的时光 也是他整个生涯的巅峰 代表孟一参加了奥运会并夺金后 滑翔基逐渐受困于伤病 实力严重下滑 此后两年的出战场次分别为49和68 场均得分跌落至20分以下 连续两年一轮游 94-95赛季中期 他从拓航者被交一支火箭 和昔日小老弟大梦聚首 他和大梦之间的感情不仅是普通队友情 更是兄弟情 大梦出来美国时人生地不熟 滑翔基带他走遍了休斯顿的饭馆 给他买了新鞋 甚至还给他带了一个小冰箱 让他多吃冰淇淋 而滑翔基来到火箭后 第一次进更衣室就看见了那个小冰箱 兄弟情莫过如此啊 94-95赛季的故事此前已经说过 火箭以西区第六 绝对吓狗的身份闯入气候赛 首轮抢5胜爵士 次轮抢7胜太阳 一路跌跌撞撞 达到最后时刻 火箭一度1比2落后 滑翔基和大梦在第四场双双打出40加 在第五场双双打出30加时 帮助球队逆转绝世晋级 次轮1比3落后 最终翻盘太阳后 巴克里发出哀叹 火箭就是一只德州小强 就是踩不死 相较而言 西区决赛搞定上将的马字 甚至显得简单了许多 总决赛4比0横扫魔术后 47胜的西区第六火箭 连续在季后赛干掉了 4支50加胜场的强队夺得总冠军 也成为了例行赛排名最低的总冠军 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神话 人们对大梦连续两年拿到FMVP 并打爆Ewing上将Shack等同位置巨星 印象颇深 但滑翔基作为二当家 却也有稳定的发挥 95年总决赛 滑翔基的使用率比大梦少了11.9个百分点 但身为外线球员的他 居然比大梦的真实命中率还高了4.6% 大梦总决赛的32.8加11.5很出色 他的21.5加9.5加6.8也非常全能 第三场中场前两分钟 他更是用一记全场奔袭一条龙灌篮 引起了休斯顿一片珊瑚海啸 这个总冠军也让滑翔基最终圆满 此后几个赛季随着年龄增长 滑翔基的状态越发下降 96到97赛季 Barkley为总冠军来到休斯顿 和大梦滑翔基组成老年三巨头 然而这三人在组队之时 全都过了巅峰期 他们在当赛季杀入西区决赛 却在第六场被Starkton三分绝杀 从此之后 他们似乎是丧失了所有的元气 在下一赛季首轮就被爵士淘汰出局 而对滑翔基来说 一切也走到了终点 36岁的他 在97到98赛季结束后宣布退役 值得一提的是 哪怕是生涯最后一季 他的场均数据也有18.4加4.9加5.5 甚至是队内的得分王和助攻王 15年职业生涯匆匆而过 无论球技还是作风 滑翔基都是NBA精神的榜样 值得所有人尊敬 名人堂 50大 75大 奥运冠军 荣誉不会说谎 滑翔基是一名非常伟大的分位 然而 生活在Jordan的年代 滑翔基当然是不幸的 若非同位置的Jordan太过耀眼 他本该获得更多成就 从80年代末到离开脱航者 都是他的巅峰期 但他总共也只进过四次年度阵容 其中只包括一次一阵 这便是因为Jordan和Magic 几乎垄断了后卫的一阵名额 他本可以在91到92赛季 完成MVP加总冠军加FMVP 全包揽尾业 但最终却成为了Jordan的垫脚石 人们可能会忘记 他在总决赛对Jordan的防守高光 但绝对不会忘记Jordan打破纪录后的贪手 当然 比起Ewin Barclay 由他双煞这些巨星 滑翔基又是幸运的 毕竟他曾以核心身份拿过总冠军 那枚戒指是同时期 无数巨星心心念念 却终究无法得到的 话说回来 脱航者当年如果选择Jordan 便能组成滑翔基加Jordan的超级阵容 或许每场比赛 都能见到两大飞人起飞 将波特兰变成飞机场 如果Jordan身边的人 从Pippin换成了滑翔基 联盟的格局将如何改变呢